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5日 星期一 11月份剩下交易天 連同今日在內只有5天 事實上整個大市將會漸漸受到 今個月期指轉倉和結算相關活動所主導 問題是今天和明天會不會有些維穩的買館 稍微出來扶持一下 先看看今早的情況 恒指早市先稍微高於77點到19,307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 再見過19,351點 相對上星期不收視而言 這一分鐘升了122點 但大家看到買盤不足 加上零稅沽額亦漸漸漸漸漸漸 結果到了11點半左右的時間計 指數已經稍微倒跌75點 去到19,154點 即是距離今個月的低位19,134點 相差只是20點 技術上形態上好像也不是太理想 11月份 當不知是先稿後低 指數仍然是由8號的高位 21,355點 跌到22號的低位19,134點 今會用波幅已經有2,221點 說波幅不算細 而且一個月的高低位出現的時間 亦都符合了最低慣性的要求 但問題是 你買盤或是維穩的買盤 仍然不肯積極地主動入市的話 淡倉一定是趁機會 盡量推低市況 目的很簡單 希望指數在比較低水平進行轉倉 和結算 從而賺取在帳面上比較大的利潤 這點大家都應該明白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經過上星期三十天跌穿五十天線之後 當日出現了死亡交叉 至今早二十天線 也終於跌穿五十天線 再出現另外一個死亡交叉 短短兩個星期的時間 連環出現兩個死亡交叉 原因只有一個 大市持續疲弱的勢頭 完全沒有改變 十天線現在跌至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二點 二十天線也跌至二萬零八十七點 五十天線就在二萬零一八點 簡單說 移動線方面最高就是五十天線 如果大市希望擺脫不斷向下市底的形態 第一個條件 行指必須回到十天線上 這是最基本的 如果連這一點也做不到 大家有一個審理準備 市況在零碎公園湧現之下 始終都會下市一萬九點的防守性 這是一個心理的關口 一旦失守 即移動線方面的支持 就要退守到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二點 順帶說完 洗餘份的市是先高後低 而且指數是走在十二十和五十天線之下 加上這兩個星期 連續出現兩個死亡交叉 但在這個情況 技術上不是太有利於十二月份的發展 最低是到十二月上場的市 可能會進一步反覆 所以不要看到市市的低位 在一萬九點大手拼命去追 現在這一分鐘暫時等等比較好 都不知道 買少許薄反彈不是不行 但跌穿十萬九都一樣要此時離場 因為大市的下跌 不是紀律上的因素阻塑 是因為一些不明的因素持續 而市場的購買力也不斷轉弱 所以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市場所謂反覆下限市底的形態 可能暫時會廢止不去 直至指數能夠從越十天線為止 好了,五次分析 我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